戴智英 学姐 一个挑球的角度上的一个出戒 脚带发球 角度太大了 好球 一个直线的杀球得分 这是小代的专长之一 直接的 很快速的将一个直线的下压球 是一个对角线的一个 3比3小代发球 一个往前的救球 有失误 5比3 好球 压迫到了陈宇飞的 陈宇飞的后场 出戒 发球的力道过大 6比4 出戒 所以我們看到目前為止 陳宇菲目前是有7比4的領先 他也打得非常的穩定 第一個失誤比較少 第二個非常的沉著地面對 小戴的每一次的攻擊 抓到一個往前的 直接打一個近身的壓迫 反手拍的近身壓迫 5比7 小戴發球 陳宇菲自己一個後場的判斷失誤 雖然機會來可是太短 給小戴一個直接殺球得分的機會 6比7 小戴發球 陳宇菲一個 7比7 好 抽 哇 可惜 一個 8比7 陳宇菲發球 又是一個對角球的角度過大 小黛一開局到現在 目前陳宇菲的9分 大概有6分到7分 都是小黛的15 又是一個15 他昨天在四強跟賽娜的比賽 失誤就是稍微多了一些 對 分數被追回來都是因為失誤過多了 不過難免一個選手在這種關鍵的時刻 雖然他身經百戰 可是在這個時刻還是壓力非常的大 是 小黛就做得非常的漂亮 雖然一開始來回都是處於被動狀態的 但是有預測到陳宇菲的一個對角的殺球 直接做一個防守 非常巧妙的一個往前的防守 直接得分 不過看到一開局到現在 陳宇菲表現得非常的沈穩 中規中矩 拉掉突擊都做得非常的徹底 那失誤也比小黛少了很多 希望他的失誤可以越來越多 這樣小黛就會打得比較輕鬆一點 是 加油 是 才說他失誤少 馬上就來一個失誤 嗯 好球 現成判斷室的界內 現在比數來到10比10 小黛的發球 這個舉拍 小黛的一個招牌撥對角球的一個動作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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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配運氣球 我剛好翻網而過 讓小黛拿到第一局的第11分 好球 差一點點 只有壓到白線 我剛好翻網而過 環區的朋友,一起來為小白的加油 陳允飛發球 世界 congress 英國 對角球的導演球失誤 又是一次出箭 又是像剛剛中國隊教練說 只要往中間打 小戴一個角度的不注意 其實很容易就會出箭 中間打直接造成小戴的一個撥球出箭 又是一個出箭 小戴搖搖頭 所以自己的表現也不是很滿意 14比11 有一個往前的虛攻 12比14 12比14 2 12比14 哇 球姐 這是一個特產的一個失誤 失誤率比較多一點 失誤率比較多一點 對 球姐 借內球 我們看一下鏡頭 很清楚在借內 是在借內球 好 球姐 加油 哇 小代 力道還有風向的一個掌握 是 小代還不是掌握得很好 我看小代現在必須要趕快把自己 失誤的情況減少 好 球 做一個連續幾板的殺球鋪網 十三比十七 球姐 小代這幾球一樣是回擊 陳宇菲的中路 造成陳宇菲的一個中路的失誤 十八比十五 十八比十五 五 好球 好球 一個高質量的翻網的往前戳球 造成陳宇菲的挑球失誤 再看一次 非常的旋轉 碰到網子擊墜的這樣一個球 好球 亂看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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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個球 很球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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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比十六 好 這個在界內但是 對陳菲要挑戰 看一下鷹眼 有 壓線 喔 壓線了 來 攻擊對手的路跟前幾天不太一樣 或者是大會有做一些球速的這樣一個 調整跟改變 造成小戴這樣很多後場的失誤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小戴對於在後場球的這樣一個處理 特別是打拼高球 或是攻擊性的長球的時候 這個力道要特別注意一下 這樣做一個對角球的這樣一個 虛攻 造成陳雨菲的這樣一個回防來不及 否則是打拼高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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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確的直接把球殺向陳宇菲的中路 往身上來殺 小戴現在有一個舉點的機會 這幾球因為前面小戴太多的拉掉球後場的失誤 所以小戴改變的策略 直接做一些積極的進攻 特別是像剛那一球把球壓向對手的身上 造成他防守的一個失誤 小戴又是一個直接直線的進攻得分 小戴在第一局21比19先拿下 我覺得他的失誤稍微多了一點 但是教練你剛剛有提到說 一個情況導致他會有這樣的發生 可以再為我們觀眾朋友再解釋一次 球嗎 往後場飛得太多了 導致出界 很多的球 其實我們看到 其實這一場小戴後場的失誤變得 我們懷疑了 就是後場的失誤這麼多 跟前幾場或者是今天稍早的這些失誤 後場的出界 主要是因為力道太大 或是球的高度太平 第二個在關鍵的時刻做一些關鍵的決定是對的 即使在十幾分之前都還是落後了 像這樣的失誤 可是到關鍵的時刻 特別是在每一局的下半段 在接近局點的時候 如果你做一些策略的調整 或許會讓對手有一個措手不及 讓你自己可以拿到這一局的一個關鍵因素 是 非常接近 很接近哦 非常接近 這個心臟非常的大顆 小戴因為砂球 不往鋪到 林宇菲的身上 所以給他質疑一下 2比2 即使這一局小戴好好的發揮 即使打到第三局也沒有關係 我相信小戴的體力 應該會比神尹菲來得好的 3 2 3 3比2 聽到小戴加油這樣的聲音就很振奮 是 況且第一局本來全部領先的優勢 都在陳宇菲 可惜他自己應該非常的錯愕 最後19平的時候 最後2分自己沒有掌握 沒有意識到 其實小戴要進攻他的中路 他應該也非常的懊惱 第一局沒有拿下來 領先的整場 結果在關鍵時刻 他沒有拿下局點 對他的特寫 哇這個 跳球沒過 可以往前戳球 能力道跟角度稍微輕了一些 4比1 4比1 就是一個後場球的力道過大 4比1 陳允菲發球 我喜好就是陳允菲自己的失誤 好球 這是一些快速的對角處理 造成陳允菲得像一個擊球的品質不好 讓小袋有一個直接反拍殺球的機會 5比4 好球 這得進 再看一次 5比5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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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 這本來是陳允菲的機會 可惜他自己沒有掌握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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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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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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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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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1 2 2 1 1 2 有一個大角度的批殺 造成陳宇菲的防守失誤 10比5 出界 一個角度上面 一個15 讓球出界 6比10 陳宇菲發球 出界 連續兩個15 7比10 5 6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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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8 9 9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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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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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11 好久喔 這球不難打 可惜陳雨菲因為自己的這樣一個跑動 造成自己 抱歉 12比9 積極地防守 其實這幾球守得非常好 嗯 守得非常好 守其 小帶一個對角的一個挑球的一個過場 不過這一球啊 相信陳雨菲已經耗費了很大的提議 嗯 來回27拍 好 好 出界 11比12 好 好 謝謝非常地接近喔 嗯 我小帶也沒有提出挑戰 他舉手會 比較換球 嗯 所以應該差一點點 3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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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3 天宇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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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宇菲透過一個高質量的往前球 或許小代 挑出一個質量不好的球 首度在第二局領先 在第一時間把球撥到隊長 天宇菲 對,火味來不及 天宇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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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失誤 這個時候呢 失誤 是帥末的局點 那對於陳語菲來說 這是他第一局落敗 第二局非常的關鍵 這一局的每一球都非常的關鍵 15比15 好球 我一個 正手拍著起跳滑拍直線 而且壓在邊線上 16比15 哦 最近耶 現在在線上 陳語菲也積極的搶攻 我們中部 Fennesky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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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好球 那個陳語菲的一個 不是太難打的一個防守失誤 17比16 7比15 16卡 16卡 擦戀一個翻範錯誤 這球是壓在線上的 5球 3球 5球 10球 5球 6球 一個Lucky Ball 真正飛一個Lucky Ball 直接翻網 直接打在白線上 直接翻網而過 在第一時間抓到對手想要切對角的這樣一個 第一時間放網撿球 讓陳宇菲回防來不及 十八比十八 十八比十八 出界 出界的一顆球頭 非常的可惜 好球 還救起來 好球 小黛救得非常好 雖然陳宇菲試圖用一個高質樣的翻網的往前球 試圖掌握這個往前球 但是小黛撥一個對角球 非常漂亮一個對角球 陳宇菲必須把球挑起來 讓小黛有一個殺球中路這樣一個機會 十九比十九 続幾 再次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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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直接一个杀球 上网 拨对角线 好球啊 而且才刚翻网而过 小带发球 小带的一个直接杀球得分 要赛末点 第一个冠军点 好球 结束了这场比赛 应该是戒内没有错 这场比赛小带相当不简单 其实我觉得今天的比赛跟昨天 还是让人家觉得很紧张 是 不过今天 特别是第二局表现起来 跟昨天表现起来已经沉稳很多了 第一个他的失误已经比较少了 特别是可以看到其实陈宇飞 非常的顽强的抵抗 不管是拉掉突击 他都做到非常的到位 非常的可惜 不过我们在这里恭喜小带 他今天透过非常关键性的 虽然在两局的一开局 都跟对方有领先 互相领先 互相的超前 来到白乐化的这样一个拉锯战 可是在关键的局点 监进局点的时候 都透过他一个组织进攻能力 非常强大这样一个 边线的一个杀球能力 然后来赢得这场比赛 非常恭喜小带 是 小带在这场比赛的比数是 21比19 22比20 之后作为排序的基准 那本来呢 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一 就是日本的选手山口签 但是因为他右大腿拉伤没有来 是 收兵 所以呢 这一次呢 小带成功未免 是 也恭喜小带拿到这次的 亚情赛的一个冠军 当然恭喜他也回到 世界排名第一的这样一个位置 不过其实他个人应该是不是很在意的 不管是第一第二对他来讲 都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他只要享受在搭球场上面的比赛 就非常的好的 那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的比赛 其实陈宇飞已经表现得非常的令人光不相看 不管是在比数 你看都非常的接近 而且在过程当中 给小带非常大的压力 不管是在几个